台湾大选即将尘埃落定 但这不巧又出了幺蛾子 1月10日德国之声发布了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专访 马英九说 无论台湾如何自我防卫 都永远无法抵御与大陆的战争 也永远无法赢 他们太大了 也比我们强大得多 所以我们不应该使用武力的方式来缓和紧张关系 德国之声记者问 台湾需要美国抵御中国的攻击 如果支撑够久的话 也许日本会来帮忙 马英九摇摇头说 你这样也太乐观了 你知道中国大陆的军队比我们大得多 你知道美国智库难得公司吗 他们做了18次美中假想敌战争军推 18次都是美国输 记者追问 这听起来在军事上是不是有点悲观主义或失败主义的态度 马英九说 非常困难 我们不应该依赖防御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而必须用和平的方式与大陆对话 这样才能缓和紧张 马英九提到他去年访问大陆时就非常成功 他非常努力的减少潜在的冲突 而不是建议军队等待与大陆潜在的冲突 他说这非常危险会死人的 记者问到2015年马英九见过习近平 是否认为他是台湾可以合作的人 马英九说 这取决你如何与他合作 我认为可以的 当被追问到是否可以信任习近平时 马英九说 就两岸关系而言 你必须相信他 被问到习近平有关推动两岸统一的宣誓 马英九表示 我不认为习近平在推动统一 他当然希望中国统一 这是肯定的 但他也很清楚 统一不可能一处而就 需要花很多时间 而且必须得到人民的统一 去年初我去大陆会见官员 我告诉他们对于两岸关系 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 一是和平 另一个是民主 统一是在我们宪法里说的 原来就是台湾可以接受的 但必须透过民族程序和平的完成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台湾人民可能有兴趣接受 本周六台湾大选即将举行 国民党力拼选情翻盘 重新拿回政权 在这个时候 马英九的这个访谈 无疑掀起了鲜狼大波 应该说马英九的言论 对国民党不利的选情 是雪上加霜 因为他透露出悲观主义的情绪 其实马英九关于在两岸关系上 必须相信习近平的说法 也承担严重的错误 如果说国民党这一次竞选失败 马英九应该说脱不了干系 一马英九助选民进党 说来也有趣 民进党总是在竞选的关键时刻 总有超级的助选员加入正义 之前是大陆的习近平 他的武力威胁言论 让台湾人民团结起来 与民进党站在一起 这一次马英九的投降主义 又让他成了民进党的助选员 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看到了风险 立马切割 他说马英九这番话跟他的想法不同 他从以前到现在都主张三地战略 包括阻吓和加强国防军备 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和对话交流 尤其对中国的意图 从来没有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 两岸关系上 一定要坚守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 反对一国两制 保护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强调 马英九的说法不适宜于侯友宜 两岸认述要以侯友宜的说法为准 他说现况要谈统一还爱着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10号在赵首网会上说 今天前总统马英九 接受德国媒体专访时 不仅说出就两岸关系而言 也要相信习近平的话 更是在访谈中不断的强调 两岸关系要回到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因此这场选举不仅是信赖台湾与信赖习近平的选择 更是接受一个中国与走向民主世界的选择 民进党发言人戴伟山质疑 国民党外交路线与中国绑在一起 马英九提到侯友谊说都是依据他的两岸主张和做法 可以延续他的两岸政策 代表侯是马前卒 马英九说出两岸必须统一 支持侯友谊就是支持马英九 支持习近平支持统一 相信一中原则 看看是不是被民进党抓住了辫子 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说 应该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比较安全 过去的一年半 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了一系列的大型战争演习 包括2022年8月 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基金 访台后所发动的老台军演 中国并向台湾附近的海域发射导弹 以宣誓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对于马英九的言论 民族人士王丹发文称黑服黑服 他竟然为安全不装了公开政治出柜了 二 为什么习近平不能信任 马英九应该读一读中华民国的历史 回顾一下国民党是如何失去大陆的 中共之所以打败国民党就有一个杀手写 那就是谎言 毛泽东曾说共产党要建立一个比美国更加民族自由的国家 但到今天兑现了吗 马先生应该读一读孝楚先生的书 历史的先生 其次习近平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他说这么一个漂亮话 他是如何做的呢 我们要听其言还要观其心 习近平在国内实现极权投资 剥夺中国宪法 规定的人民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结社自由 游行示威权利 习近平说 中国实行最好的全过程民主 但是到今天 台湾人正在大选 即将投票 但中国人见过选票吗 当中国将整个南海都纳入他的版图 他要何时尊重过其他国家的主权呢 他要是怎样与其他国家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呢 3.习近平将香港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 曾与英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并在联合国备案 并颁布了基本法明确一国两制的政治承诺 邓小平还说要坚持50年不变 但2020年中共就颁布了国安法 这才过去了多少年 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成 余茂春先生曾指出 香港不单纯是美中两国的角力点 香港的问题是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对立 使中国背弃了对全世界的承诺 所以我确实很难理解马英九先生 他的话在中台湾关系上 两岸关系上应该必须相信习近平 这个思路确实让人有点匪夷所思 第四我们看看习近平是如何对待维吾尔人 中共2014年就开始建立新疆再教育营 这些也被中共称之为取极当化培训班 或者是教育转换培训中心 但中共通过这种滥杀无辜 恐吓维吾尔人 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 要么接受童话 如意 做顺民 要么被抓捕 消灭 中国政府以前把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说成是恐怖分子 但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 他是反对暴力和恐怖的 即使有少数人采取了法律之外的行为 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维吾尔人都是恐怖分子都应该被消灭 中共对维吾尔人的镇压 他首先打击的是精英人士 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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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编辑 学者之类 所以中共最怕的 根本不是什么极少数的恐怖主义者和他们的行为 而是维吾尔人的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 中共最怕的 根本不是有组织的这种什么宗教团体 而是对伊斯兰教对这种具有宗教情节跟共产党意识相对立 或者说格格不入的都不具 种族灭绝有国际的标准 有严格的法律界定 凡是以种族宗教或者不同社会团体而对整个团体进行镇压 都可以列在种族灭绝的范围之下 因为他采取的政策是一刀切 全方位无论大人小孩和信仰层级的差异 都会被作为镇压的对象 中上所述马英九关于两岸关系问题上必须相信习近平的观点是极其错误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还是从这种逻辑上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关于中共强大就不应该加强防御的观点也是荒谬的 台湾当然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加强国家的防安全防卫 并且要积极的联合盟友共同防御台湾 这是一个常人都能够理解的常道 但马英九先生观点啊 确实让人感觉到匪夷所思 国民党高层的政治见识如此低下 并且存在严重的误区 将对即将举行的选举产生重大的影响 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感谢您的收看